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少市场上当时多少专家 多少投资朋友在第一档7800不仅把股票砍在地板 甚至还在7800点做放空的动作 而我想我们当时在整个7800点的时候 我相信各位投资很清楚 全市场我也有信杰老师 我当时拿过去的历史经验跟投资这么讲 我说选钱压缩 来看这边导播这句话稍微放大 选后通常都会怎么样 嘎空大涨一波 当时全市场我有信杰老师 我说7800点 全市场喊空的时候 人气博取 这边会全力 会全力擀空一波上去 会直接擀空到8800点附近 所以我们在整个7800点 带着我们家族成员 带着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做多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我现在讲的话 你一定要听清楚 你一定要记下来 因为这些话 可能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 随时历史会再重演 那什么话呢 你想一想 当时在整个之前7800点上下 这边打跌的过程当中 你看当时的国际股市在打跌 你看当时的外资 天天战战卖方 对不对 可是回过来 这边叫做底部 结果波段大涨上去 而且底部当时多少地空 我讲过底部都是一定说地空 那同样到底当时 我们可以讲会涨到8800点 好我们是带各位现在投资朋友 一路做多到8800 从7800一路做多到8800 好那我们说什么叫做头部区 我说头部区都是利多 你看想一想 为什么在这次来到8800点 市场上大部分的专家 市场上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没办法避开这波的风险 从8800到今天盘中最低 跌到8100多点 已经跌了多少 跌了700多点下来 天天在期待反弹 我相信过去这几天 每天都有很多人告诉你 明天要反弹的 明天要反弹的 这边准备做多 准备抢短多 但是到今天为止 你会发觉 任何进场抢短多的人 就指数而言 今天到今天为止 全部都是被修理的 因为到今天为止 连续6天 台股连跌6天下来 虽然最近这两天的跌幅 有稍微做狩猎的动作 但是至少连续6天 指数谈都谈不动 对不对 好那我们当时在8800点 为什么当时在8800点 我们把股票获利出清 我想我们跟投资人 讲得很清楚 我说连线之上 指数高点有限 8800点 请你赶紧获利调节股票 从7800注多到8800 够了赚了1000点 可以获利调节 甚至积极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跟着信杰老师 怎么样 反手在8800 不论第一个 针对大盘家群指数 你可以空指数 透过我们的团体指标 在大财富的操作放空指数 甚至T50反1 你也可以在8800点 我们不是这几天 指数跌下来 我们才去买T50反1避嫌 我们是从8800点 就在高档区 避嫌买进怎么样 T50反1下来 对不对 好那当时我看空的原因理由 我想我不让费太多时间多讲了 你会发觉 真的一条一条的 陆陆续续 都让你在做 大家都在什么 验证当中 对不对 好那你回过来想一想 来当时在8800点 为什么市场上大部分专家 在偏多 为什么大部分投资票 在8800点 反而失去了风险的意识 当时多少人都认为 任何拉回接买点 对8800点 多投市场权力做多 全部都买在最高点 对不对 好那我们想 你看当时在8800点 跟之前在7800点 刚好相反 7800点的时候 来个头之后 你现在再回过来看 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给你 历史都是不断的在重演 只是每一次的时空 虽然不一样 但是唯一不会改变 就是历史会不断在重演 底部区都是利空 外资站在卖方 当时在这边8800 为什么很多投资朋友 跟市场上的专家 失去了风险意识 因为你看到国际股市在大涨 因为你看到外资之前 天天在买股票 动不动 100多亿在买台股 对当时外资在台子节多单 曾经一度高达多少 5.65万口的多单 对不对 全部都在这边偏多 结果到今年为止 已经跌到8100多点了 对不对 沿路盘跌 先盘跌做头 到现在开始进入什么 组跌断的一个急沙盘出现 对不对 那我相信过去这700多点的 一个沙盘的过程当中 真的除了这边 恭喜我们家族成员 也恭喜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的股市群会的忠实观众 或者我们FB股市群会的一个粉丝团投资朋友 这一波的700多点的沙盘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们几乎完全都避开 甚至不论在做多 在做控部分 在指数的避险放控部分 我们几乎这一波都是市场上的少数赢家 我相信如果你过去这700点以来 你有把信解老师的话听下去的话 你绝对不会满手的股票被套牢到现在为止 因为你早就该跑命了 对不对 好那谈到整个大盘加全指数这一波下来 我想答案清楚 第一个针对整个 在整个指数的部分 我们讲过嘛 你可以透过我们软体指标 对不对 在大财富的操作 这个我们不是只有赚这一段 我想之前这边下来 从整个三月中旬 我们在8800这边看空 8800点我们在这边看空之后 从三月份 四月份 到五月份的部位 三月四月跟五月份 大财富的三个月 连续三个月的部位 部位我们全部是大获全胜的 当然我们讲的很可惜 补了少了一点点 所以这一次真的好可惜 少赚了将近两倍 我坦白就告诉你 我们少赚了将近两倍 就少赚了将近两倍 对不对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是获利的 好虽然我们在大财富的部分 我们刚刚也讲很可惜 少赚了两倍左右 但是包含在整个T50的反应 对不对 我们从之前8800点 在底部区我就跟投资讲 大盘第二季就是跌给你看 你看第二季四月份 月薪瘦黑 对不对 五月份到目前为止 也还在跌 对不对 我说第二季台股 在往下跌过程当中 我记得我在三月中下旬 8800点 我还把这档股票 叫做T50反应 当时取名叫做什么 水往上流 顾名思义嘛 就是台股往下跌 它会逆势大涨 所以可以往上流 就是逆势大涨嘛 对不对 我说这会逆势大涨上去 这档股票可以在第二季 当台股在 肚大涨的时候 当台股在重挫的过程当中 当很多的股票在重挫 很多投资朋友 很多专家家族成员 会员在套牢的时候 这档股票 我至少可以保护你 怎么样 在第二季 沙盘过程当中 稳稳的在股票市场 你里面赚到钱 那我想到目前为止 是完完全全都验证的 好了谈到整个T50反应 当然这边 我不会再叫你再去做 任何追降买今天的动作的 要买在第一档 就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的T50反应 第一个听清楚 我们的一个 已经在之前这边 已经获利调节了一半 我们已经获利出一半 只剩下另外一半的 波段单续报 那为什么另外一半的 波段单续报 我们讲过很清楚 因为到今天为止 门栏没有看到 任何的一个处理讯号 或许短线跌升了 有机会反弹 但是我认为 这个盘你很清楚 就如果这边大盘指数 就算这边做反弹 上档的反弹的幅度 也是相当的有限 对不对 所以只要波段的 触底讯号 还没有浮现之前 我们另外办的 T50反应的波段单 我们就续报 报到我们在昨天 以及今天要跟你分享的 这个还会 还会杀很大的 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今天跟你 无条件分享这活动 还会杀很大 这活动里面 我说当大盘出现 触底的买军讯号的时候 当这个大盘的 加群指数 杀到我在这里面 跟你提到的 那个基本价 目标价的时候 我自然会把 T50反应的怎么样 多单全部获利出清 甚至我们会在当时 在那个时候 开始准备再抵挡 准备翻空为多 听清楚 我们是在去年的 我们是在今年的过年前 7800点 做多上来 8800点 全市场一片乐观 我们看空 目前避开的 这700多点的下盘 之后在低档区 我先跟你预告 低档区 我们会再准备翻多上来 而这个所谓低档区 我都在这个 还会杀很大 这个活动里面 这个我今天 无条件跟你分享 这活动里面 会告诉你 当看到这个 触底的讯号的时候 请你 指数的部分 请你不要再偏空操作了 甚至你可以跟着信钱老师 反手准备做多 之前空方 让你大获全胜 那接下来 如果出现触底的买去信号 我也希望你跟着我们一样 也可以做多 低档翻多做多上来 继续准备大获全胜 好那我们说 在整个除了个股的部分 这个做多的获利 我想之前的宜特 对不对 到整个进棚 这个 以及在整个胡联 到整个融化 这个我都已经获利出清的标的 这个我也都获利出清 你看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做多股票没有很多档 但是你自己很清楚 几乎党党是大获全胜 我们不是说 像其他专家 可能买了一二十档股票 少数涨的一两档 做多赚的钱 答处来讲 我想这个你是眼清楚 我们过去这一个半月以来 一个半月以来 我们只有做多少数的一些获利的成长股 大部分时间 大部分我们的家族成员的持股 都是属于空单在操作 对不对 那当然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我也讲了 目前我们手中 只有一档的多单 目前还没有赚到钱 目前是小套 这档的多单 如果待会有时间 我会在下半场跟你持续的做追踪 做追踪的动作 但是我每天至少 如果节目的时间不够 至少我会每天在FB股市群会里面 帮各位投资做追踪 我们目前只有这档股票 在做多小套当中 除了做多的一些股票获利之外 我想做空的部分 我也可以让各位投资分享 你自己想一想 过去这七百多点的沙盘 这一个半月来 谁能够带着家族成员 谁能够带着各位亲爱的投资 在股票市场 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你很清楚 好像一支股票要不贪就费了 其他的不论多或空 都是大获全胜的 我们是这波市场上的少数运家 包含之前的空单 来我都在什么价位回补 我都告诉你 之前在这边破底的郁军 太阳能 我们破底回补 之前跟你点道明的华星光 也是一个破断下杀 还有包含在整个这波的主跌股 也是我们主要放空的标的 大家都很清楚 全市场只有杏吉老师在70几块 人人在看多瓶概股 人人在喊多喊敬畏仪的时候 我们在70几块告诉你 这支股票你要小心 会杀很大 你看一波下去跌了将近40% 破底 对不对 甚至到整个洪杰科 之前也是一个重挫下去的 好 以及我们公开在节目当中 当时跟你讲的 放空的标的 115块公开告诉你放空 108块再加空一次 而且这都直接公开在节目当中 跟你分享 那在破底的时候 我也讲过的 空单见 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补到最低点 就好像我坦白跟你讲 我没有空到最高 也没有补到最低 但是至少这一段最大的跌幅 我帮个头之后避开了 对 至少你不会去做多夜城 GIS你去什么 被人家产套赔钱 至少你可以避开风险 甚至你积极的 你跟我们放空这张标的 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你是股票市场的少数赢家 我想我讲的没有错吧 对不对 甚至包含这种可乘 也是一样 当时在270几块公开告诉你 我们的顶级会员 在放空的标的 对 当然跌到这边 党党跌到前波低点附近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过 只要来到前波的低点附近 一定会出现所谓的 多头抵抗的一个反弹 包含苹果嘛 苹果也是跌到 今年元月份的低点 92.39美元附近 最近这几天不是在那边 上上下下混啊 对不对 那混完了苹果会不会破底 我们到时候再拭目以待 好那你看这些的平概股 党党股票都是 破断重述下去的 甚至包含我们在昨天 在我们的这个 还会杀很大 这个活动里面 跟你无条件分享 在活动里面 我说有一些股票 你还是要小心 反弹一定要卖的股票 因为这些股票 还要小心 因为它可能 破断都还要下跌空间 哪怕今天大凡指数 只是小跌20几点 我想刚刚就也看到了 4938合作 今天又一根中长黑破底 再度的写下 近期的波段新低 当然股价已经来到 前波的上下附近 来空单 我今天获利回补一半 沿路从高档看空下来的 今天空单获利回补一半 获利回补一半 原因是说 因为已经来到前波的低点 附近了 或许短线会做震荡 另外你看到的 这波的红海 对不对 也是当时红夏店 公布的时候 我说利多出境 你看连红海都跌到 逼近前波的低点 你不觉得吗 几乎党党的平概股 都是点到前波的低点 上下附近 要么来到前波的低点 上下附近 要么就是直接破底下去 连红海都差一块钱 都要破底下去了 所以 为什么在过去 这一个礼拜以来 我一直跟同志们讲 空方的部队 怎么样掌握轮空 对不对 你还是可以赚得到大钱 对 从之前的队移 从之前的红结科 之前太阳人的玉京 贸敌 之后你看到的是怎么样 包含在可城 包含在FGIS 好 那我们说那些股票 已经跌到前波低点附近的话 随时会有 酝酿多投抵抗反弹 那我们一样可以找 还有补跌空间的股票 我们可以带着我们家族成员 带着各位投资朋友 避险放空下去 那相对的 如果你过去这段时间 你有红准的 你有红海的 你有合作投资朋友 你是不是也可以赶快 赶快知道我在放空这些标的 知道我在苦口婆心告诉你 这些股票 短期价要补跌空间 你是不是有多单的 赶紧先卖一趟再说嘛 至少避开这波沙盘 等到整个这波平盖股跌完了 真的要出现所谓的 我讲的不是一两天的短线反弹 是真正的 要像今年初 这样子的大波段反弹的时候 来 会像今年初的这样子 大波段反弹的时候 自然在低档 我会带你 搬多做多上来 好那今天为止 红准持续破底下去 对这个也是一样 68元破细线空 前几天在66.6 市价再做加空 那原因就是 因为离前波的低点 还那么遥远 老大哥红海都已经快破底了 你觉得他还没有补跌空间 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 所以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相信个头这很清楚 不论在做多 不论在做空的部分 我们几乎 几乎是市场上的少数人家 好那现在重点问题来了 整个大盘加群指数 今天杀到整个8千100多点这边 有没有机会做反弹 接下来跌到这边8千100多点 该怎么做 我想是投资最关心的 不管手上有没有股票投资朋友 关心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那我这边新把我的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 来听清楚 我觉得短线或许这边有机会反弹 但是因为这边上面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光这样随便的话 这个是头部区 代表是什么意思 就算短线这边下礼拜 先有做短线反弹 我觉得这个反弹 我个人是不会去抢这个极短线反弹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边短线做反弹 上面第一个指数反弹空间非常有限 弹上来我不会去抢 反而我会等他 如果短线有机会做反弹 弹完我还会再放空一次下去 弹完我还会再放空一次下去 听清楚 如果下个礼拜短线有机会做反弹 我不会去抢 但是弹完我还会再放空下去一次 那这个空会空到哪 这个就是我在今天的这个活动里面 要跟你做分享的 这个盘就是要上下边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 来这个很重要 来个头抽听清楚 如果当大盘加卷指数 这边只是一个短线弱势反弹 盘个几天之后 这边弹一弹之后 再往下灌 就像我这边所写的 来这个最重要 如果再往下杀到多少点 当大盘加卷指数 我们从8800 看空翻空做空下来 到现在为止跌这700多点 我们不是死多头 更不是死空头 对不对 听清楚 如果杀到这边 我们准备补空先翻多 有没有看到 我们准备补空先翻多 所以换个角度而言 我想不论你现在 有没有股票投资朋友 或者你在过去这段时间 你验证的 不管有没有跟我们 避险放空下来的 或者你是验证的 你虽然没有做空 但是你至少把股票调节 出掉的投资朋友 来 重点来了 我觉得今天 这个跟投资 跟各位亲爱的投资报 无条件分享这活动 很重要 你一定要参与的 原因留在哪边 这个还会杀很大的一个 这个活动 你为什么一定要参与 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说 如果当大盘指数再跌 当大盘指数 如果有再往下杀下去 当看到这个波段处理的讯号 如果这个大盘加卷指数 往下杀 杀到我今天 这个无条件跟你分享 听清楚 是无条件跟你分享这活动 这个价位 这个大盘加卷指数 这个点数来的时候 只要来到这个 上下附近的一个区间 今天信解老师 历经一个半月的 看保守之后 我今天正式的在节目告诉你 只要大盘加卷指数 来到今天 跟你无条件分享的这个活动 这个点数的附近 手上有股票投资朋友 请你不要再追杀了 请你不要再砍在地板了 空单准备适当的 适度的做个获利回补的动作 另外来到这个价位 大财富 我们从整个8800 你很清楚 我们沿路都是站在偏空方操作 换句话说 如果当大盘加卷指数 来到逼近我跟你讲的这个 位置附近 而且出现所谓的触底的讯号的时候 听清楚 我们的大财富到时候 不是避嫌放空 我们的大财富 我们的指数的部分 透过软体指标 来操作指数 我们到时候指数部分 可能会在低档 翻多 谁说一定要放空 在底部区 在高档当然要放空下来 但是来到一个相对的低档 相对底部区 要做一波强力的反弹的时候 我相信底部进场 翻多做多指数 透过软体指标 在大财富操作 你一样可以在底部进场做多 我相信在大财富操作 你一样有机会让你 倍数翻 你也可以10万变成20万 你也可以20万变成40万 你也可以30万变成60万 你只要听清楚 掌握到这个触底的 这个触底的 翻多的买点 你就有机会在股票上算到钱 所以我想详细的情形 我这里先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你现在就可以赶紧利用广告时间 赶紧火速跟我们线上福音保持联络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这个整个大盘加捲使数 到底杀到哪边 将触底做一波强力的一个反弹上来 当这个点数到 这个价位到的时候 请你手上有股票投资朋友 不要再做追杀 任何追杀动作了 至少先做一波强力反弹再说 那有空单的 到时候记得见好就说 你会看到看得出来 其实这里这两天的沙盘过程当中 我们的空单有陆陆续续在做什么 获利回补见好就说目的 而且如果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请你不论在大财富 不论在个股 跟着我们在低档 由空翻多准备做多上来 好不好谢谢 休息金广告马上回来 休息金广告马上回来 轮远投顾认真负责专业 结成为您服务 服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我试用税的试算报税耶 那是啥 国税局的邮简通知 我只要用评证上网看试算内容 如果同意找完税就完成申报啦 我也收到国税局寄来的 税额试算通知书 税额都帮我算好了 利用多元管道缴税 也能完成申报 那退税跟不如不退怎么报 用线上登录 书面或电话语音 恢复确认 如不同按试算内容呢 那就记得5月31日前要去申报 税额试算快移通 5月报是真轻松 每场精彩的演出 都有一群专业的团队在后面支持 每一位创业家的舞台上 也有一群专业的团队在后面相挺 创业是一场大秀 我们总是在你背后 创业圆梦 我们挺你 不要看我老 我已经会用凭证上网查询 并下载所得及扣除额资料 今天还有更多方法 用健保卡也可以报税哦 要写到健保水网站注册 设计密码及资料 收到医票认证连结后 完全注册就可以用来报税咯 哦 真厉害 写起来 写起来 创业期间20小时都可以利用自然人评证金融评证 还有健保卡网络报税 评证报税真轻松 读文管道不配工 这个星期呢 跌跌不休也出现了日K的连六 那到底后续投资人该怎么办 我想其实谈到这大盘加据指数部分 我相信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 如果你有听我的建议的 你根本就不会因为这大盘指数连跌一个礼拜 甚至连续六天已经跌掉了将近500点 那整个波段跌掉700多点 你感到恐慌害怕 因为你早就可以在高档轻轻松松 不急不许的 把股票出在相对高档 甚至还可以积极的 可以跟着我们避险放空下来 对不对 好那整个大盘加据指数 我想也许我们当时在高档区看空 很多人半信半疑 但是我相信现在你回过来 你验证对了对不对 那现在重点来的 我的看法是如果再往下杀的话 不管短线这边怎么整怎么反弹 重点再杀下去的时候 一旦杀到这个价位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无条件跟投资人分享的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的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不管你说你是不是做指数投资朋友 或者你是做股票投资朋友 或者你算是空手 或者你是空单投资朋友 我认为其实只要你还在关心这个市场 只要你觉得未来 只要有机会可以让你出手做多 你在等待的是杏杰老师 我在底部翻空 做多上来投资朋友 我认为今天 你一定要跟我们线上符合联络 因为这个很重要 那我相信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这底部的触底讯号出现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跟我们做多 那为什么我会在这边讲这个东西 因为你自己回过来想想 我在今天刚开始 节目一开始为什么讲说 你看每一次底部区的时候 当时在7800点 请问有几个人敢叫你做多 请问个头之后 当时你敢做多吗 对不对 你为什么当时不敢做多 因为当时一定底部区都是离空 因为底部区你看到外资一定都全部站在卖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当时你会回过来想想 如果当时在三个月前 你愿意在这边相信我的人 你自考 第一个你不会把股票砍在地板 你不会在 然后你不会在这边地板 去做任何放空动作 对不对 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那同样的道理 我希望 如果不管这一波 这一波整个大盘子 这一波不管个股 或者在指数方面操作 你不管之前在8800点 你有没有把我的话听下去 在8800点出股票反手放空的投资朋友 我想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重点 你接下来 你该怎么做 该怎么赚 该怎么让你自己反败为胜 那很简单 同样的道理 我不希望当大盘子数落底的时候 当看到这个低点 准备要做一波强力的 终极反弹的时候 我真的不希望各个投资后 你反而把股票砍在地板 跟过年前一样 把股票砍在地板 甚至还放空在地板 所以这也就是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活动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过去这段时间 你只是在验证 我们在整个大财富的操作 空方大祸群盛的投资朋友 没关系 第一个如果有弹上来 仍然是寻求空点 但是如果这个凡是直接灌下去 来到这边 听清楚来到这个触底的讯号 针对大财富的操作 你也可以跟我们 准备在地板 补空翻多 全力再做多上来 好 所以这一份 还会杀很大 今天的这个活动 我今天无条件的 再跟头做分享动作 好不好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